N 叫做N 新客户 E 现有客户 以及S 沉睡客户 你可能会想 这个分类的方式还蛮新鲜的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但也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里有一张图表我要送给大家 而且我要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到底什么叫做N NES 好 NES的这个模型根据 消费者的个人购物周期 分成首次购买的新客户 也就是N 它支撑的主要 这个营收来源的既有客户 什么叫做 支撑主要营收来源的 既有 客户 很有趣哦 还有分成首次购买的新客户 也就是在这个N里面呢 基本上你必须要不停的 有新客户进来 它才能够往主力客户跟 磕睡客户跟半岁客户跟 沉睡客户去 如果没有新客户发生 你就不可能去分流到 我们刚刚讲的主力磕睡 半岁沉睡 所以呢 它支撑的这所有营收的 这个很重要的过程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入口 那再来呢 还有呢我们讲的这个既有客户 叫做E 还有回购低于10%的深税客户 科税客户 半岁客户的S OK 而这个所谓的既有客户 既有客户里面的这个E呢 它其实又归纳起来 叫做E0跟SE跟S2 你都可以看这个图表 看这个图表 而这个NES这个模型 是为了及时掌握你的这个 顾客消费的一个状态的变动性 而设计的 它根据这个消费者实际 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演算 并且配合这个资料 来进行动态的更新 而这五种标签 N10 S1 S2跟S3 的五种标签 随着沉睡程度越来越深 你唤醒他的机率就越来越低 甚至于这样说吧 你未来要唤醒他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所以即使掌握每一个消费者的实际状态 是大处去行交 也就是你现在流客非常重要的 这种类型分类法 让你去做一个分析 更知道你要用力在谁的身上 怎么说我们来看 我们帮你念一下 N叫做第一次消费的客户 他如果回购了 他可能变成10 在购物的周期内 两倍时间内有消费 10 但是慢慢的这个消费次数 或者是周期越来越长 SE叫做磕税的客户 个人购物的周期 超过两倍的时间没有回来消费 越来越长了 半税客户 个人周期 购物的周期超过2.5倍 没有回来消费 最后 叫沉税客户 S3 个人的购物的周期 超过3倍的时间 没有回来消费 各位 这里的NES 用的是客户的消费周期 来做一个判断 你自己也可以重新定义你的NES的周期 怎么说 他这里是用什么 个人购物的消费的周期 可是你也可以换成这个N第一次消费的客户 你这个N也可以改成什么 第一次结束 但还没有消费 但他对于你的产品有信任度 开始准备消费 也就是说 在这样子一个分类过程当中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属性去做 位移的方式做推展 还有另外一种是 你跟客户接触的频率 你跟客户接触的频率 还有客户消费的能力 也就是说 这个NES它的变种 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出发 都可以给你做为一个参考 因为没有真正的标准答案 好那我刚刚讲的这样子 好像一层一层一层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分析里面 我们看到是一个箭头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分类方式 那我们用图表来看好不好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漏斗式的图表 哇哦你就会看到这一个段落 你要开始思考透过这样的模组 你是否能够追踪客户 让他慢慢的沉睡 不是让他慢慢沉睡啦 观察他速度慢慢沉睡 我们要设计一套唤醒客户的系统 就是行动留客方案 好从客户当中 毕竟有新客户N 主力的客户10 到沉睡客户S3 我一直讲10 你不要跟我以为是这个10的model 不是哦这个1啊0啊